I don't go but it's not in time She's a die What's up everybody 我是你們Kevin教練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呢 我們要來教大家 感頭 怎麼增加速度 沒錯 那要怎麼增加速度呢 首先 你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下半身力量運用 以及非常好的手腕運用 這兩點一定非常的重要 兩個加在一起 你才有辦法把他的距離發揮到最大化 那究竟要怎麼最大化 我們一起看下去 GO 那今天我們來分享這個小秘密究竟 要怎麼打遠 不要說告訴你怎麼打遠 我來分享我自己打遠 我自己在打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這才是最時機的 那像我在打的時候 其實 以Drive來講 我會感覺我在下桿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 可能聽起來不太科學 但是從正面看起來的話呢 我會感覺 我的 寬 有點好像 重心往回轉 這種感覺 往下蹲下去 然後重心有點往回轉 這個時候呢 我會感覺我的力量 比較多數的是在我的 右腳 所以呢 在這個時候 我會感覺 把我右邊的重量 完全的 往左邊 蹲上來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 會運用到 比較多你右半邊的力量 剛好因為我們是右撇子 所以呢 你用右半邊的力量 一定會比你用左邊 去拉哈的力量 還要大非常多 所以呢 我在下桿的時候 會感覺 有一點往下沉 然後這時候 感覺力量從這個位置 右邊屁股 往上 蹲上來 那這只是你去發力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你用下半身去帶動 啟動 用力 那要怎麼樣讓你的感頭速度出來 就是我們以前 常講到的 手腕 你的手腕 手臂 最後要去做釋放這個動作 所以呢 當我做出了剛剛的 下半身動作 到 蹲起來 這個時候 我的力量已經都發揮出來了 那再來要產生肝頭速度的關鍵 就在於 我的手去做 釋放了這個動作 所以呢 打得遠的人 通常他其實 手腕運用的都是非常的多 這很重要 打得遠的人 他的手腕一定是用的非常的多 你看 集圈大賽什麼的 或是一些打標準的選手 其實他們 打遠 多數有一個共同的毛病 就是 身體運用的多 然後他的手腕也運用的多 那相對的 因為手腕用的多 所以呢 他的穩定性 不會比 手腕用的少 的那些選手還來的好 但是相對 有時候有的 一個會打得比較遠 跟一個穩定性可能會好一點 那當然在PGA上面 你看到這些打很遠的選手 他 有 辦法打得很遠 又可以控制好他的方向 所以他才會在PGA 那 控制不好方向的 就在這邊拍YouTube 沒有 然後 所以呢 重點 在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多運用你的下半身 這個力量 有一種 另外一個感覺 你可以覺得很像 要把它往地板上 力量踩 往地板踩下去 所以你的整個人是會有一點 往上要跳起來這種感覺 要蹬起來這種感覺 那可以完全去運用到地板的 這個反作用力 然後呢 運用好之後 記得剛剛講的就是你的手腕 去釋放掉這個力量 這兩個動作很重要 它會讓你的感頭速度落差非常大 不信的話我們現在也可以來試試看 我先打一個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運用到手腕的動作 然後 所謂大家比較常聽到說 喔 我要用身體打球 我的手就是盡量不要有任何動作 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一樣的力道 然後去看這個感頭速度的落差在哪邊 好 這個我就會感覺我幾乎沒有動手腕 所以 你會看到球路其實 就會變 我們之前在 要不要翻手腕影片裡面提到 球路其實會比較容易pulse slice 會容易開掉到右邊 然後你看這個 速度是88 幹動速度88 那我只要稍微的去加一點手腕 我沒有特別 因為現在我要用手腕 所以比較用力打 我只是去加了一點手腕的動作而已 把手腕的動作去加到裡面 做一個甩動 好 很明顯球路會不一樣 它已經變一個往左轉 然後我們看 兩者它的距離落差 會到那邊 然後你看我只是甩一下手腕 它其實一個230 跟一個277 那幹頭速度的話 剛剛多少 有看到嗎 88跟99 99 99 跌了99 這麼快 你看第二個其實我甩一下 我只是去把這個力量去釋放掉 它其實就到99 兩個落差11 11其實差非常的多 11差了非常的多 那你看距離上面從230到270 落差就來到40mAh 那就算今天 我 讓它再更輕打更輕更輕 我只要有這個 剛提到的下半身帶動 然後 去甩動我的手腕 那我們輕鬆揮一顆 然後去一樣 去做我手腕 施放的動作 所以你看輕鬆的甩一下 OK OK 好 輕鬆的甩一下就273了 但這個也是到了97 所以你看其實 我 大家可以稍微去回放看一下 剛剛我前面 轉身 不動手的 跟我動手腕的 兩個影片 其實我兩個 兩個 身體在用的力道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呢 因為我多了一個 手腕在最後 去釋放的這個動作 所以呢 我的趕頭速度 很明顯的 提升了至少10mAh的這個速度 兩個落差非常的大 不然我們也可以再做一個 不動手 但是我身體轉超級多的這種感覺 就是 用我剛剛講的 下半身的力量感覺做 非常多 瞪起來這種感覺 很用力 但是手都不動 好 完美呈現 它就會長這樣 我用了非常多的下半身 但我手都不動的情況下 這應該是大家會在電視場看到 多數 比較初階的球友會出現的問題 我非常用力 但 趕頭速度又快了 可是呢 我的距離完全出不來 因為力量完全沒有釋放到球場 所以就沒有產生出了乾頭的速度 所以就沒有產生出了乾頭的速度 變成完全這樣 hold住在打球 沒有去讓它釋放 產生這個速度 出來 所以呢 就算你會在大力 看起來非常用力 但是呢 其實那個球的距離 一點都不暈 所以記得很重要一點 我們要去 運用下半身的力量之前 一定要先去懂的 怎麼樣的手腕動作 那再來就是把它兩者配合在一起 下端的時候去做 我剛剛講的這種感覺 感覺往下沉 再蹬下來 所以呢 當你有手腕動作 配合上你的下半身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它可以產生出來更大的力量 就像這樣 所以其實你只是去把下半身的力量 往上蹬起來 加上你的手 習慣了去做一個回正釋放的動作 它的距離自然的就可以達到了 300多 對 300多 所以其實300多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你看剛剛那顆其實我的揮開速度才109 所以說真的109沒有說非常的快 那打出來的距離就到320 其實相當極了 所以記得只要去 多運用你的下半身的這個力量 下半身去蹬上來的這個力量 以及你的手腕要 釋放的這個 這兩者只要夾在一起 我相信你的距離 一定 你看 不用太大力揮 好 我們看它的距離 其實打出來一定都會比你平常打的還要暈 多去訓練這兩個地方 你的下半身啟動 帶動 讓它去習慣發力 往上撐上來 然後呢 手腕甩的力量 那它一定可以帶給你非常好的距離 所以呢 練這個動作之外呢 你一定可以 可能也可以去健身房訓練一些你的下半身的力量 核心的力量 然後呢 讓它在灰桿上面可以幫助你更穩定的去用力 或是呢 更穩定的去做出這個完整的動作 它都是會相當有幫助的 OK 那最後就來為大家正確示範一個啦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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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250 不用出力啊 不用出力啊 250 250 手腕過去就250 手腕過去就會250啊 示範一下吧 白體打250應該也夠了 250其實在白體非常的夠用 對啊 因為大家常會想要追求300 但說真的 能打到300的也真的不多 你就算選手也不見得會打到300 對 你就想選手動作這麼穩定 然後速度這麼快 還不一定打得到300 示範一下250怎麼打 多輕鬆 一般球友的話其實你很輕鬆啊 你只要輕鬆 這樣子去做出完整的揮桿 你的很重要的一點 你的下桿如果拍面有揮震 距離一定會出來 距離絕對會出來 260 260 所以其實你看 乾頭速度才93 這算 一般正常人都揮得到的速度 一般正常男生 都揮得到的速度 所以 就差在哪裡 大概9成的人啊 他差在就是乾面不回震 他就打死不去做 讓他所回震這個動作 因為你有回震 他才有力量的釋放 這時候距離自然就可以出來 那 你做得好之後 你才可以去增加更多的 你的下半身用力 然後呢 讓你的乾頭速度再更快 這時候 他才會產生更快 你的乾頭速度更快 那你產生出了 變化 就會更大 OK 好 經過剛剛 這些 示範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其實呢 距離這方面呢 當然你需要經過特別的訓練 那 一般球友其實都是打白踢居多 所以呢 我覺得你只要能抓 距大概在250 以上 一點點這樣啊 250到260 其實他是相當的夠用 那假設說你今天是比較進階的球 你需要 你都打藍踢了 那你可能會 希望到270 280 才會比較好用一點 但是我相信多數人應該打白踢比較多 所以呢 去把你剛剛這些動作點好 手的回正 以及運用下半身的力量 去啟動 去感覺讓下半身啟動 發力 這種動作 相信 一定有辦法輕鬆的 到達250是嗎 那你可以到250 白踢一般來講 他大概300 抓350好了 你開了250 剩100 我相信 你的乾速一定會 非常容易就打到 80機乾 甚至 好一點的 可以到70機乾 那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KevinJai 我們下集見